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BOOM怪物星人 她们是由四个女孩子所组成的创作型的全新女团 四位女生分别是Winnie、小V、魏佳莹、林怡所组成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专辑除了她们百分之百的创作之外 是由五月天的阿信来担任音乐的总监 在专辑筹备跟录制的过程当中给予很多指导跟意见 那么阿信也非常的赞赏这四位女生 每首歌的词曲都来自四位团员的贡献 每首歌曲的创作阿信都认为是非常的精彩 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You'll be there 你会在讲的是一种存在于好朋友好姐妹之间的那一种 无话不谈的情谊 好介绍了歌曲要介绍我自己 我是吴洛全是淡如的好朋友 来帮淡如代伴 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我想你们都会想念淡如不在了这一天 所以来分享淡如在远见杂志的专栏 不过这篇文章除了让大家能够感受淡如依然在你身边陪你做节目之外 其实也可以从淡如的角度来看到健康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叫做认真本身就值得 因为他在中欧的EMB有一位很好的同学过世了 但这个同学其实才刚刚过30岁 小孩子才刚刚很小的年纪 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因为很年轻 可是就在中国大陆担任了一家很大的企业 很重要的负责人 他其实是被请去打工的 本来淡如刚认识他的时候 以为他是一个家族企业 才能够在这么年轻的阶段就掌管这么大的公司 但后来淡如发现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乐观开朗不断的打拼 才在30岁出头 小孩子还这么小 结果就能够到中欧EMBA来念书 而且还在企业表现得这么好 不过他为什么过世呢 因为他本身肾脏有一点问题 可是因为感染了新冠之后 他的病情就急速的恶化 那么居然没有交代什么就离开了 就用这一篇文章的观点 来跟听众朋友互相的提醒跟勉励 我们对待自己的人生都要非常的认真 但是其实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生命都是脆弱的 不管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企图心有多么的坚强 如果要对人生不留遗憾的话 那么就要认真的活 认真的让我们的每一刻都觉得 我们自己是有在成长跟收获的 好这是淡如的一篇文章 也跟大家分享淡如最新的作品是 穷思维富罗集 这是人生实用商学院系列的作品 现在在各大书店的旁边都非常的畅销 可以来支持淡如的作品 好支持淡如的作品 我也来支持一下若全最新的作品 叫做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 讲的是时间管理 好那么在人生要珍惜这么多的时间 青春又要认真之余 请会知道 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其实是睡眠 因为睡眠占了我们每天时间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或照顾一下自己的睡眠品质 比如说你一天睡几个小时 那像我因为要照顾家人 工作有很多 老实告诉听众朋友 我大概最近这十几年 每天大概都只能睡五个小时左右 不过我真的很幸运 可能就是因为白天太累了 所以我很容易入睡 而且几乎几乎几乎 我那天还跟朋友聊天说 我怎么最近这十几年来几乎都没有做梦 我朋友说你累到没有时间做 或其实你有做梦 可是你已经忘记了 当然身体需要睡眠的照顾 疲劳运动有时候是让你好睡的原因 但你不要忘记 如果你能够选择好的寝聚 那一定能够对睡眠有很重要的帮助 那最近这几天 中广一个好务市集 还有跟上屏请聚有一个连迈的活动 马上在这个礼拜五就要截止了 这个每年一度的连迈活动 其实都非常的受到听众朋友的肯定 那好消息就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 通常到最后一天才打电话 其实都会很赶而且有时候电话也很难打 为什么因为这一次上屏请聚跟好务市集 共同推出的是CBD石墨烯好棉被 这个棉被的成分 不止只有医学大学临床实验证明的汗麻二分CBD 还加入了50%的石墨烯 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应该这几年都会知道石墨烯的厉害 它对于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像请聚啊枕头啊 还有其他的应用别的产品放在石墨烯之后 各个的厂商经过了很多的研究跟实验的证明 都看到这个石墨烯它很厉害的地方 尤其呢在睡眠这个部分 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早上起来就觉得睡得好 睡得饱就会觉得哇好幸福 就像我只能睡五个小时 我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幸福 因为睡得很沉 所以你真的除了运动啊 让自己工作有足够的工作量 也不要压力太大 你跟好睡之外 其实这个情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是上品请聚床电馆 他们其实有44年对于睡眠的研究的经验 那么今年再度跟高雄医学大学的药学博士 共同研发了CBD石墨烯好棉被 这是唯一经过医学大学临床实验证明 而且有七成的使用者 他们使用完之后都特别的有这样的感受 对于这个睡眠品质的促进 他们都有一些很明显的感受的回馈 而且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运用了44年专业的高科技的技术来研发 提醒听众朋友就真的只剩下最后两天 以我在中广服务这么多年的经验 真的是越到最后电话越来越难打 如果你确定要这么好的产品来提升你自己生活的品质 千万可以在今天赶快打电话 因为销售完之后断货就不会再生产 而且今天是很特别 因为你若在这一次下单的话 去年很多人都没有抢到我们CBD的海绵 海欧枕 那么这一次你有机会因为买棉被就可以加构 这个枕头没有独卖 是要跟棉被加构 而且棉被还可以水洗 真的是很好 你一定觉得说我要打电话 怎么还不告诉我电话 02-2500-5563 02-2500-5563 赶快拨打电话 直到这个礼拜五 那么今天打 其实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赶快打 你所收听的是幸福好时光 我是吴淡如的好朋友 吴若全来代替淡如为听众朋友服务 好刚才毫无事急跟上瓶请去管的活动 因为直到礼拜五就结束了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当中 我们电话号码是02-2500-5563 02-2500-5563 赶快趁着今天来拨打电话 好那我们今天呢 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很风趣 很热情 而且是很有机智生活的心脏外科女医生 好 她最近呢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做心脏外科女医的机智生活 我们来欢迎来自布立桃圆医院心脏外科主治医师张玉莲 张玉莲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张玉莲 好 玉莲医师哦 从很小的年纪 因为旁边有个同学文具都用得很好 就问一下发现 他们家是有家长在当医师的 就觉得哇 原来医师的生活 可以拥有很好的文具 开始立志要当医师 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是啊 可是有这个起心动念也不容易啊 能够考得上才行 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诱因嘛 然后我比较佩服他爸爸 就是说三个女儿 那在那个年代还是稍微有一点重男轻女 来自长辈的压力 但是他还是对他的女儿们期许很高 然后给他们受很好的教育 就是我非常羡慕他也佩服他爸爸的地方 所以从小就对这个医师除了在专业之外 也有一种为人处事跟在家庭对待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典范在你的心中 那你从小很会念书吗 还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念医科也不是就是想想就行了 要自己的成绩要很好 哇讲到这个成绩很好的时候 虽然已经毕业很久了 都能够感觉到就预联意识对自己的成绩是很满意的 我没有哦 我到了那个大学时代跟一群很聪明的小孩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挫折感就比较大了 哦知道因为很多医学院大家都是很优秀的嘛 而且成绩就开始考得不像国高中就是有八十几分啊 九十几分这种数字 成绩就开始好像大家就是以及格为目标这样子 啊真的 老师们出的题目还蛮难的 就比较难 嗯 范围又很广 针对你们这些精英优秀的学生 嗯 可是他们还是考得很好啊 我就觉得我我怎么好像也没有比较偷懒 然后考不好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就在国高中成绩很好的同学啊 一旦就是汇聚起来啊 也许考上就第一志愿啊明星高中之外 嗯 其实因为大家都很优秀 所以中间还是可以分出一些高下哦 哦 那么念了这个医学院中要选择科系啊 心脏而且是外科耶 嗯 你从小对这个部分是有兴趣也有这个勇气的吗 没有 嗯 不是从小 其实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还有年轻的小朋友啊 我们就是呃在一路长大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摸索自己的兴趣 嗯 嗯 你可以去观察别人在做什么 然后看看自己可不可以也做得到 嗯 对 那像我是在实习医师的时候 呃 因为我家的人没有人对我有什么期许 嗯 那我就是跟着大家长大的 嗯 所以人家在做什么我就跟着看跟着学 然后实习医师的时候就觉得老师们还有学长们他们的动作 尤其在手术房里面很吸引我 嗯 嗯然后如果 吸引的部分是什么很利落吗 没有我以前我就发觉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动手的人 加震课啊还有嗯 嗯 烹饭课我都很喜欢 就手很巧就对了嗯 只要用到手部的这个动作的工作 嗯 嗯 而且你会发觉同样将来后来走那一科的同学 嗯 那么时间到了他们会中午时间吃饭时间到了会扭来扭去 他看不下去他那个没有兴趣 哦 红皮 所以不会有恐惧害怕这样 哦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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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玩 嗯 觉得好玩还会自己去买猪皮然后跟另一个女同学两个去缝皮 嗯 买猪皮 后来发觉猪皮不好缝 人皮比较好缝 嗯 就是其实手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心脏其实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对心脏的话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第一个月我就觉得 呃因为我们被分到心脏外科去嗯 然后就呃当然这一个科很繁重大家都不愿意第一个月去嗯 可是我自己倒是在那一个月的时候哎觉得很好玩嗯 嗯在台北荣总的时候看台北荣总心脏外科觉得很好玩 然后觉得很好玩就想要再研究看看啊有有有休息一下再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星网幸福好时光 我是吴若全代替淡如来外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访问的是布里桃园医院啊心脏外科主治医师张玉莲啊 他看起来就非常的热情活泼啊 那么呃做的是心脏外科让我们感觉是一个严肃的工作 怎么样在严肃的工作当中让自己依然可以呃 发挥自己的热情然后活得很开心也把这个开心的感觉 带给心脏需要就诊的民众哦 他在原水文化出版的最新的作品心脏外科女医的机制生活 为什么特别强调机制 我觉得在这个工作上面很需要机制吗 我觉得工作上面嗯需要呃除了我们的那个布局啊 各个环节你要敲定要非常细心以外那另外在人的方面大家的统合运用合作的话你也是要费很多心思的我甚至觉得做人还有整个大家都比你工作的呃内容还要再更复杂一点 对这就对于很多呃专业的工作者啦好因为专业的本身就在本身这个专业领域上面的知识跟经验技能的累积嘛 可是如果跟团队相关就要跟人有关哦 那其实也不只是带领团队啦 嗯就身为医师哦 面对病患跟家属这也是人嘛 这也是有专业 专业要解释他的心脏的问题跟手术的问题 嗯那么人其实很多情感跟情绪要照顾哦 那这本书其实有个很大的特质哦 就是他不只是在讲医学在讲医院 也有讲自己的一些童年啊成长的经验 甚至哇还会做蛋糕好来为自己的家人还有研究食谱哦 所以就是呃一个女医她的生活的写照哦 是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听众朋友呢能够很轻松的了解预连医师跟这本书呢 嗯我们就用一些呃病人的故事 然后带一些专业的知识好 那我们在书中我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病人哦 嗯他假装是邻居好来帮助一位呃阿伯 老婆婆处理他身体的状况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嗯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住院医师啦 所以其实社会经验并不够 那病人讲什么我就信什么 那这个病人呃本身是七十几岁快八十岁的伯伯啦 嗯那这个阿姨的话呃应该是四五十岁 嗯那我就觉得这两个人是有年龄差距的 嗯呃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 如果是配偶的话应该年龄应该差不多吧 那当然是我见识的太少了 所以他那那伯伯就是呃负主动脉瘤呃破裂了 然后情况非常紧急要签同意书了 我们要赶快进去手术室 那这个很热心的 他说他是他的邻居 那我说我要请人签同意书 那我想说那你是正在旁边的人呢 呃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啊 那我就给你签 他反而是不不不不不 这个我是他的邻居这样子 嗯他认为呃还有另一个小孩 大概十几岁的少年 我想说那这应该是北北的血亲或关系人 那请他签他 然后那个小孩也是愣在那边 因为这个阿姨说不不不他是领养的 那我就整个就觉得文不对题这样子 嗯 那我就想说那不管你们 你们是领养的是邻居 反正你们送来就是关系人嘛 那你们还是签好了 那就是他们两个都帮我签名了 嗯那后来这个 嗯 北北的手术状况如何呢 哦太太太可怕了 因为才刚进去手术室 呃才刚上麻药 那个血压就掉了 嗯 那血压掉的话 那简直是刀就不能开上去 那我们的学长同事非常英勇 他马上就是用非常快的速度消毒铺单 然后开胸兴趣先止血 因为我们在腹部的血管流破的话 源头要先把那个血管钳住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 呃就是用这个导管的方式可以堵得住 那个都是手开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组人在上面开胸直血 一组人在下面开腹 嗯 赶快把他协赌 就要抢时间 对对对 嗯 然后麻醉哥的话 他就呃也是尽力帮我们麻药 后来伯伯就很幸运的活下来 啊 就没有其他的后遗症吗 对就是两脚的话是稍微 呃两脚他是不太能动 为什么这个血管流开会影响到他的双脚啊 嗯 因为我们的腹部胸部的血管流 呃血管的话主动脉 他有一个所谓的lumbar artery 还有这个spinal artery 就是呃脊椎动脉的部分 他供应的是我们脊髓的血液供应 哦 所以会影响到双脚 而且就会让脊髓的细胞死亡 所以你的下肢会不会动 哦 所以他有抢救他的生命 可是他的副作用就是影响了他的下肢 对没有错 比较可惜 如果早一点开会比较好 哦早一点开 嗯 所以其实是跟他开刀的时间有关 因为那个时候是抢救 所以就顾不得那么多 哦 还蛮关键的啦 如果他能够早一点承认他真实的身份 赶快签了 也许希望更大一点 就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是他的同居人 同居人 没有没有没有办结婚登记的 对 然后呢 还有好多个小孩 我后来才知道 都是跟这个年轻的女生生的 对没错 然后所以他是伪单身 他不是真的单身 贝贝不是真的单身 嗯嗯嗯 那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除了知道一些血管流的知识之外啊 就提到了 其实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 更正确的观念 是的 就是我们在很紧急的状况 在医院签署一些同意书的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身份资格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在意 是不是血清 是不是法定代理人配偶亲属 其实有一个法规里面有讲到说 用关系人 嗯嗯嗯 关系人也许是送他来的人 也许是住在一起 长期跟他住在一起的人 或是他的朋友 嗯嗯 也都可以在场可以同意的人 知情的人都可以签 嗯嗯 因为生命危急的 嗯嗯 这是手术同意书 另外如果露导没有任何一个人 而是被消防队送来 没有任何一个见证人 我们因为病人的情况危机 我们可以做一个盖章的动作 就是因为病况紧急 医师必须采取手术行动 也是可以让这个手术成立 哦 那有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家人 或血缘关系 或配偶才能够签的呢 目前没有 所以叫做关系人 是关系人就很大啦 比如说我们工地的出事以后 那工人从高处掉下来 工头送过来 那工头就是关系人哦 因为他家人可能还不知情 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正确的观念 以前我们都在一些影片宣传活动 误以为说一定要配偶或血缘关系 其实只要跟这个状况 个案有关的人 他为了紧急手术的必要 他都是可以签这个同意的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幸福好时光 我是吴罗泉 代替淡如来为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请到的是一位 有机制的外科女医 她是张玉莲 在布立桃园医院心脏外科 担任组织医师 在原水文化出版了 她的新书 心脏外科女医的机制生活 讲的不只是心脏 不只是外科 还有她个人的生活跟社会现象 那么站在机制外科女医的角度 要来宣导一下 就现在诈骗集团 很猖獗 而且都跟老人 针对老人来下手是吗 是啊 因为像我妈妈自己就有遇到诈骗集团 还有什么电话费未缴的这些电话 那这一个诈骗事件的话是因为我过世的大姐曾经有一个信用卡的账单未缴 那留下来她被银行把它转卖给这个应该算是讨债公司吗 应该是这样子 资产管理公司 是是是资产管理公司 我自己写的我都背不出来 那后来呢 她资产管理公司不但有打电话 还有记一张 在我的书里 164页的时候 还有记一张诈骗信 说是编造姐姐曾经有把地契拿去抵押等等恐怖的事情 那像这样子一张诈骗信到你还有付费的八扣真的是非常的科技 是银行为了要追讨债务 那么就外包委托给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再把这个个资留到诈骗集团的手里 这件事情才会成立嘛 就是它半真半假 真的是的确有一笔债务 可能只有三千块 可是经过这些资产管理顾问公司 不断的这个把契约转出去 然后基建的时间越久 因为高利的关系 利息很高 它就可能演变成十几万嘛 可是它又捏造了别的事情 就是有什么房地 房地器拿出去抵押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宿舍 从来就没有房地器 所以你就知道是假的 是 而且这个就是 我妈妈会非常紧张 她也真的接到电话 的确有其人 然后她也因为年纪大了的话 我们要知道我们年纪大的认知功能会下降 会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分开住 我在北部工作 妈妈住南部 她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她就一直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 那我就是 怎么办呢 外科机制女医怎么办 我就第一个打去165反诈骗电话 我虽然知道是假的 可是我说服不了我妈 可是165给我们的答案的话 我在书里面写的叫做 他说 若债务人未向债权人偿还债务 债权人确实有可能将债务转卖资产管理公司 交由对方追讨 其实这一段很文言的 我就已经要把它背出来 就已经不容易了 对 然后我没有听懂 所以我就去找警察 那警察因为在 我就找派出所 然后我警察因为他在忙别的事情 他也觉得这个很简单 这是诈骗他 不要缴 然后他就去忙别的 但是他没有给我一个理由 叫我如何相信他是诈骗 那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那我老公正在忙 然后他就很不耐烦说 你是怎么跟你妈一样吓傻 就跟你讲说是诈骗 不要理他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排除这个受害人 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是 对 那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当时 对 那我就明白说 那如果你也没有办法跟你 跟你自己交代 跟你老妈交代的话 那就会让这个疑虑 疑斗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要去银行真正找答案 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就循序渐进 就把那天的事情排开 跑了银行的分行 那分行又打电话给总行 总行又可以去查明说 那你把你姐姐的死亡证明给我 然后他去核对时间 他说这一笔债务是可以不用理会的 确定达到这个答案以后 我才跟我妈妈说 而且从此以后我都跟我妈妈说 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 都有我来处理 好 这个负责任 而且真的是有机制的女儿 就是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光打165 因为165也没办法帮你分辨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诈骗 他只能提醒你 他可能是一个诈骗而已 你要厘清这个事实 就要塑本归源 就找到这个银行去处理 对 那老人家为什么比较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对象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 负责认知功能的叫做frontal lobe 叫额叶 但是其实我们各个功能都会随着年龄 然后他的功能会下降 包括认知功能 包括记忆功能 包括联想等等的 所以他们这个年纪会比较容易相信人 你骗他他也以为是真的 那所以后来我发觉 如果能够所谓家和万事心 安内才能仰外 如果我不能够把我家里面的人 包括我老妈安顿好的话 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应该也是打折扣的 那你后来做了什么处理呢 把我妈接上来住 跟我住在附近 他有什么困难 包括小到那个电视机频道跳掉 我都可以立刻冲回家 或者是等我工作完一天以后 我可以去处理 让他有安全感 让他放心把什么事情都交给我 那你要真的要有这个能力 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面临这样的困扰 那子女中年子女有的未必有这个能力 那二来有时候这个长辈 他有时候也不愿意换环境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这个我发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 但是这是我跟各位讲 这是一定要走的路 好 欢迎继续回到中广流行网 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是淡如的好朋友吴若泉 代替他为听众朋友服务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由 布立桃园医院心脏外科主治医师 张玉莲的作品 在原水文化出版 心脏外科女医的机制生活 好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其实故事很多对不对 一直想要分享哪一则呢 我要分享一则 也是让我到了中年还开眼界的事情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中年人 都会有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感情问题 在你有婚约的时候 那我这个病人 我在帮他急救 肺栓塞的时候 其实他是休克的状态 那也是救护车送来非常紧急 所以他经历了很多次手术 都是在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活下来的状况 都是他太太签的 那因为我看他家里面的成员很简单 一个太太然后一个青少年 所以是小家庭 那我很怕就是这个人没有救活 变孤儿寡母 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用力 那没有想到就是一切脾疾太来以后 到了门诊的时候 我发觉那为什么太太没有来陪你来看门诊 因为他太太是非常关心他 签了好几次 我连他的名字都可以记得 就是因为太多手术同意书了 那然后又看到他旁边的儿子 就沉默不语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他太太有忧郁症 他都不跟我讲话 好像都是一切都太太的错 然后后来说 我觉得你太太好像不是会忧郁症的人 他很关心你 结果后来他才支支吾吾的说 说他有在外面有第三者 那签名的到底是谁 他太太 但是他并没有就是 因为这一次的大大的灾难 连这一次回来能够手脚能动 真的是抢救回来 他是坐轮椅的 我就想说你坐轮椅 你还有第三者 你怎么那么忙这样子 但这就是人生啊 就第三者比较轻松 原配都比较辛苦 所以我刚才特别再澄清一下 这个签名的人到底是谁啊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很好心的跟他说 因为我是在旁边看的人 那我觉得清关难断家务事 可是你们家的话 我真的要为你太太讲一句话 因为每一次 我们解释病情 当医生都会丑话说在前面 可是后来我都看到 他太太好担心 都快哭出来 我就变成安慰家属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那时候 就是有知觉 然后或是灵魂出鞘的话 你应该可以知道 你太太为你付出了多多 有时候婚姻关系 还有爱情的话 并不是选我所爱 而是要爱你所选的 对所以我就给他这么一个建议 那他的反应呢 他就想一想 但是他有时候 他还会跟我说 我每个月给他五万块 已经很多了 我觉得 你说老公说 一个月给他五万块 他说我以前 一个月能够赚三十 我说哇 那收入比我还高 你好厉害这样子 我就不晓得 他为什么老是在谈钱 然后我告诉他说 有的时候女人要的不是钱 是一个公道 一个感情 其实你们在医院 不只是病患 就是医生 护理人员 应该也看过很多这种故事 所以其实你是很 我看比较少 你知道吗 我每次都被病患欺骗 我太呆了 可是看起来你对这个家庭 人伦这种关系 在这个道德使命感这边 其实你是比较 算是很坚守这一派的人 也不是 我是觉得有时候 像你在生死观察的时候 这个人为你付出 那这个人不是只有你太大 他是你的战友 那你要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个问题 有时候不是钱能解决 也许他不适应你们的 之间的爱情没有 你要陪他适应一下 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所以除了感情 你的意思是说 责任其实也是很重要 我几乎是可以这么说 可是现代人好像都 比较强调 如果不爱了就离婚什么的 有时候金钱切割 还有感情切割 还有这么多年 共同的生活经验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我没有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我觉得那是困难的 我想至少 就是说 因为是心脏外科女医 就是看的生死关头很多 那么人也许就只有 在面临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 才有机会去思考 你这一生真正重视 跟需要在意的是什么 是你的价值观 那如果人到那一刻 都还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 那真的是有一点可惜 对不对 所以趁着生死关头之前 大家最好先想清楚 这是心脏外科女医的机制生活 要给听众朋友 最后的祝福跟启发 好非常谢谢玉莲医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整点新闻过后 谢谢大家